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杏鲍菇和豆腐来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饭菜 首先把洗净的杏鲍菇改刀切成大厚片 厚度大约在1厘米就可以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长条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丁 切好后先装碗中备用 接下来把豆腐改刀切成大约1厘米厚的大片 再切成大约1厘米宽的长条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豆腐丁 把切好的豆腐丁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2-3根的青尖椒 直接把它切成辣椒圈 如果不吃辣椒也可以不用添加 再准备适量的青蒜苗 把蒜头的部位先拍至松散 再把它切成小段先放入盘中备用 几粒大蒜直接把它切成蒜片 少许的生姜把它改刀切成小姜片 切好后和蒜片一起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适量煮制好的腊肉 腊肉的用量不需要太多 大约3-4片有一个增香的效果 把腊肉改刀切成小丁 先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先调制一个碗汁 先在碗中加入一勺半的生抽 加入一点点的食盐不需要太多 加入少许的鸡精 再加入一勺的蚝油提鲜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料汁给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拌至料汁充分地融合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 里面滴入几滴的食用油润锅 再把切好的杏鲍菇丁 先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在煸炒的过程中 不需要加入任何的调料 把杏鲍菇先略微煸干水分 把它充分地煸香 表面有微黄的状态 而且杏鲍菇非常的柔软 先把它盛出来备用 接下来把锅洗净 把它充分地烧热 然后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来回晃动润锅 在锅的四周 先撒入少许的食用盐 接下来把切好的豆腐丁 先倒入锅中进行煎制 刚倒入锅的豆腐丁 先用大火不停地晃动 可以迅速地蒸发水气 这样就不容易粘锅 然后在煎制的过程中 把它均匀地摊开 让每一粒豆腐丁都受热均匀 尽量把豆腐丁的表面 都煎制到焦黄的状态 煎好的豆腐丁 先撒入少许的食盐 增加底味 把它翻炒均匀 然后先把它盛出来 煎好的豆腐丁 非常的鲜香 表面金黄 而且有弹性 接下来在锅中 加入少许的油 不需要太多 把切好的腊肉丁 直接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把腊肉尽量煸出油分 煸出干香的味道 然后根据个人的口味 添加适量的干辣椒 再加入生姜和蒜片 煸出香味 再把切好的辣椒圈 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把辣椒圈先在锅中 充分地煸炒出香味 炒至到微微变软时 然后再加入我们煎好的豆腐丁 再把煎好的杏鲍菇 也一起倒入锅中 用大火快速地把锅中的食材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食材在锅中 尽量煸出干香的味道 然后再把调好的料汁倒锅中 用中小火慢慢把它烧至入味 汤汁略微收干 再加入准备好的青蒜苗增香 这个时候再用大火快速地翻炒 把汤汁收干 所有的汤汁都吸收到食材中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鲜香营养又下饭的杏鲍菇炒豆腐丁 我们就做好了 这道菜的口感咸香入味 而且营养丰富 非常的开胃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